大家好 欢迎收看案件Q&A 我是主持人Canda 身边有Costcar Costcar 你好 Hello 大家 网友大家好 各位网友他们inbox了我们 因为他想趁现在楼市有回调的时候 想把握入市的机会 但有些他们就是因为疫情之下 被迫放无薪假 令收入有点减少 他们想问对申请案件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补救方法 如果因为你可能放无薪假 导致每个月的入息减少 按揭资源公司就会当你一个浮动收入 就会用你过往六个月的入息的平均数 来计你的公款入息比率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浮动收入的按揭乘数就做不到九成 最多可以做到八成 真的如果碰到朋友 网友你放无薪假收入少了 我想可能你有些解决办法 可能看有没有担保人 可以增加你每月的公款能力 或者是首期拿多一点 当然那些首次致悦的朋友 如果你来的每个月的公款 是不多过你入息的一半 其实你都可以和按揭证公司申请 给多一些按揭保费 而可以减少了 不用经过计压测 原来也有不少的解决方法 但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大家还担心这个 就是在公款期间 我看是没有收入或者是楼价回调 银行是否会召唤我们 这段时间我都听到很多朋友问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网友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你失业 你只要每个月准时供款 其实银行是不会召唤的 银行什么情况下召唤呢 可能我们发现有些朋友 可能你整天迟还款 我整天不准时 银行就会把你放在监察名单上 所以各位网友最重要的是准时还款 准时还款 准时还款 其实银行就不会召唤的 大家记住准时还款 但我们还担心银行的压测 刚才我提到的压测 能不能再补充一点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轻松到压测呢 没错 大家网友可能都会 但是职业人士都会担心 还要加息 可能你压力测试要求高了 有什么影响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建议大家 第一 可能预定多些首期 变了你贷款的乘数就会低一点 第二 或者找多些亲戚朋友 可能找多个担保人 提高你每月的还款能力 或者首次置业的朋友 如果 刚才都说了 如果你本身每个月供款 不超过你入息的一半 其实你可以向按揭资源公司 申请这个 给多些保费 就可以豁免这个去压测 大家如果想稳稳稳稳上会 就找一间合适的按揭转介公司 今天谢谢Costca 时间到这里 拜拜